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这什么老师推车吗 新车有什么好推的 2022年的BRZ 手牌的 本来打算没有要买这台车的 然后刚好这个我们的新车业务好朋友 转单又是原价搞得我不买好像对不起大家 所以我就紧急企划临时置入 就买了这台车子 那今天刚好跟大家来分享手牌BRZ 当初我有几个不买的理由 我等一下边带大家看车边跟大家分享 听说它这一次所有的空地套件都是有用的 不是装饰的喔 都是有经过风洞测试的 它这个就用这个 塑胶原色的黑色的点缀 然后这边有一个气霸 有开动吗 我刚才讲人家这一次都是有用的 你怀疑什么 而且BRZ 有没有看到 我们特别花钱选的 无聊 这买回来试一次搞不好就卖掉了 两个都语言欸 LED的看一下 侧边 然后呢这次搭配的是 2154018的铝圈轮胎 这个颜色蛮有质感的 它是有一点枪色但是它是 雅灰色的 从侧面整体看起来呢 18寸还是显小了一点 没有那种塞满的感觉 来我们看一下后面喔 后面一样是这个 双粗的尾管 后尾桶 有做了一个 钢琴烤漆的一个点缀 打开 简单而粗暴 一个大的备胎 Made in China 不过是原尺寸 费胎 不过这组装上面 其实你看 好软 看起来有点抽秀 这里有一个小鸭尾 这小鸭尾是后来接上去的 你看这边有个缝 它不是一个后车厢盖 一体成型的 这次包含从车头 我其实就不是很喜欢 第一个我觉得它整体 当然前一代86的那个影子 我觉得还蛮明显 就是跟前一代的那个 落差没有想象中的大 我知道当然几乎都有改 可是整个身型 整个车子的侧面的这个线条 什么其实都跟前一代的相去不远 所以它这个头灯 我觉得现在有点泛滥 很像那个Mercane那种形状 有没有 到KUGA MG的什么HS 这样子一个头灯的一个弧形造型 我觉得现在有点泛滥 那屁股 我甚至觉得前一代屁股 还比较好看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整个质感上面 我觉得设计的不是很好 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好不好 带大家看一下内装 内装其实是第一名 没有想要买这台车的原因 其实就是在原内装 放眼望去全部都塑胶 整个都塑胶 完全连这个 这个跟那个MG也超像 HS 圆的然后上面还有做一个这个 一个像吹风机的罩子 然后整个只有在这个 中央的仪表板上面有一个 类似几皮的一个点缀 跟门板这边有一块几皮的点缀 好那这块也是皮的 然后只有在某一些皮件 包含方向盘 包含排档头的排档套 包含你的手刹车套 有这个皮革 然后拉红线 还有门板 哦椅子中间是布的 两侧是皮的 但我刚开起来 我觉得它的包覆性不是很好呢 还是我变瘦了 那你觉得很包对不对 没有啊 左右两边不够了 对左右两边其实刚在山路开的时候 其实人还是会滑来滑去啦 跟倒立压比起来就差了 然后你看它这个很软 支撑性不是很好 它这里面像没有摸到硬的 哦有这里有个硬的 它只做到这里 所以你会觉得这很软 造型上是还不错啦 可是实用上面 实物上面可能 我觉得包覆性不够 它这个是怎样 哎双开的哦 酷 这里有皮耶 好不好 这两个杯架设计到后面 好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满知觉的哦 这边有一个前后的储物 摸的是那个 你吹风向要吹哪里 然后室内循环 性格是什么 我来山上独手册哦 同步模式 当同步模式开启的时候 驾驶跟前乘客的温度 会跟着驾驶座的旋钮同步控制 我知道SYNC如果亮了以后 我这边调右边会跟着动 对啊我按掉之后呢 就只调我的 解惑了 长姿势了 看小师长姿势 我自己也长姿势了 原来SYNC是这样 因为我刚刚第一个直觉SYNC 通常是跟音响才会出现的一个按 这种拨杆式的控制按钮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可是它这个啊 塑胶啊非常的轻薄 所以使用上可能要小心 这很薄哦 它只是一片像纸一样的东西 这样做一个造型而已 然后 这个 哦你看这根杆子 耶 定数杆哦 我们的手牌版是没有i-side的 只有这个定数拨杆 这个从Poyota 30年前的时代用到现在的定数杆 方盘呢我觉得尺寸也是细的啦 但整个按钮就是整个看起来就觉得 质感真的很不够啦 然后它有加热椅 双加热椅 但是没有通风椅 那防滑跟这个check check要长按 你一般模式的话呢 它外圈就是你的转速嘛 然后中间就是你的时速 那你长按 长按住check模式 那它就会变成 转速优先 好超转灯 太慢了啦 它的超转灯亮的同时 我已经超转了 所以其实通常超转灯 应该要稍微提前一点点 以前我们的超转灯 我们自己加上的超转灯 是可以设定的 就是你可以设定说 我要在几千几百转的时候 亮灯提醒你换挡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调 真的超转前的一点点 它亮灯你就快换挡 因为等到真的超转的时候 你的输出已经延迟了 啊这边有那个盲点 它盲点的灯是在这个 后照镜的小痘痘 没有顶感 很薄很轻 这个是那个铝合金 超薄超轻 那时候刚出的时候 很多人在等说 这一代到底会不会有涡轮 结果还是没有 据说是因为引擎室塞不下 我这样看的确是不好塞 塞的还蛮满的 这边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手排变速箱 直接从这边插进去 哇有铝的下护板 帅耶 蛮酷的耶 其实你看它的轮弧 直接在这边 它的前轮做得非常的延伸 所以 它的轮弧是经过引擎室的 好屌 我也蛮少看到店名放鞋的 一般都会放正的 横的 或放后车厢 所以它的空间利用 已经做到很极致化了 它这一次的引擎 比上次多了 多了几cc啊 之前是1998 然后这一次是多少 我看一下 2387 多了大概390的排气量 多了34匹 好啦 手排就没有eye sight 好不好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信仰 对就是开信仰 走出发开信仰 高岛沙发按摩椅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好走咯 离合器点好高耶 车体好 底盘好硬喔 很扎实耶 对啊 这离合器的 结合点很高耶 哇 大概接近三分之二了耶 这个通常啊 如果这种状况 在我们二手车 刚收回来的时候发生 会被断定为离合器片 快磨碗了 可是它也是新的耶 这个当初订160几 真的是有一点 对自己太有信心了 因为你有160几 你有很多车可以买了 你知道吗 ST啊 GTI啊 MX5啊 虽然说MX5不能跟这个车比啦 MX5是更加的 像是一台好玩的车子 但是这一台车 如果是手牌的话 应该说是不一样的操控乐趣 但这个是一个精神啊 我以前开过这个车 前一代的手牌BRZ 那时候的一个感觉就是 起步蛮满的 可是我觉得这台 多了400cc 好像多了三十几匹吧 其实提升蛮多的耶 我现在觉得它的起步 变得比较轻盈一点 但是我坐进来啊 从公司一开出来 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 它的车底盘变好硬朗 哐哐哐哐 应该是我有看一下资料 它很多结构都有加强 听说它的那个 结构的那个 强度增加60%以上 我不知道怎么增加 我们决定买这台车的当下 GR86才上次 那我在想说 我会不会又接到 把刀子来 大家会不会都去买GR86 我跟你讲 你买不到啦 60台而已你买得到 手批60台 对啊 是不是又跟暴力亚一样 等到天荒地老 而且听说底盘的 有一些结构啊 跟GR86不太一样 好像包括传动轴 包括后悬吊的一些部件 拉杆啊 其实材质不太一样 它这个很多都是用轻量化的 鋁合金的 或者是说铸铁中间挖空 就是有轻量化 但86某些部件是没有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手排版的BRZR 它的0到100是6.3秒 然后自排版的话是6.9秒 超过5000转的声音 很好听耶 配速还安静啊 水平对我引擎震动就是小 有点兴奋 有点 вал漫 快转 山椒 收这是 igord 买 能让 用 有点 噢噢噢噢我的屁股 那有沒有保險嗎 那應該有吧 欸很黏欸 很貼欸 怎麼會那麼黏 而且它的動態穩定系統啊 防滑介入的我覺得很快 我剛剛有一個彎稍微撇一下 可是很快就進來了 它就很快就 就拉住了 對很快就修正了 那反應超快的 哇那個屁股修正的這個白洞啊 非常厲害 它的車體的整體結構 比上一代啊 還要硬 你知道在過彎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感覺到你的車身的那種 軟弱的感覺 但這一次它的結構我覺得做得很好 所以我在整個過彎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一個大鐵塊 你知道嗎 這個練一練應該很好玩喔 因為它這一台車 手排的是沒有 iSight的功能 所以它其實沒有任何的 智慧輔助 然後我記得 當初差四五萬吧 新車的時候跟自排差四五萬 你會不會覺得很虧啊 差四五萬 少一套iSight 不過據我所知 它的那個新車有沒有 手排還是賣得比自排多 所以代表大部分來買這個車的人 就是想要享受這個 手排的這個操控的那種樂趣 跟那種直覺的感覺 不過煞車就普通了 它的煞車是線性的 但是自動力我覺得普通 應該回來換個煞車皮就OK了吧 或者是你如果再重度使用一點 你可能要換個咖啡 我是覺得煞車還蠻普通的 就夠用啦 其實也不是每個人一上路就配了吧 喔不錯耶 它這個儀表板有檔位顯示 它會告訴你現在在幾檔 然後叫你上升 有沒有看到它現在二檔 速度下面這個二 然後呢轉速太高 它就會有一個箭頭叫它升檔 有沒有 然後它按了Check模式之後啊 會有超轉燈 就是提醒你該換檔 我現在防滑是關著的耶 對啊 防滑關著所以我等一下就可以甩尾了 欸新的車甩尾我實在捨不得了 感覺很傷耶 很傷啊 那個對於車子的結構的拉扯啊 你整個底盤啊都很傷 那個甩久會變形你知道嗎 上次不是那個泰山有去拍 跟柯P去拍幹嘛 檢查他柯P的車 然後不是那個 派系助理的妹妹不是去 裝那個拉桿嗎 可是其實拉桿那種東西是這樣 你拉桿不是一昧的 裝越多越硬越好耶 我假設 引擎式的拉桿 兩個避震塔前面拉起來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過度的拉扯啊 它會有板筋撕裂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東西只是一個 真的是底盤結構強化 可是它對於你的車體 不是說你裝上去就坦克無敵了 裝假車了 不是耶 你的車還是軟的 你就想像嘛 你把兩張紙中間 黏著一根鐵棒 你這樣拉拉拉 最後破掉會是什麼紙啊 絕對不會是那根拉桿啊 尤其是你要左轉的時候 它的那個離心力的時候 它會拉另外一邊嘛 它本來就是不讓獨立承受 所以它把它拉起來 結果你把另外一邊也拉進來一起死嘛 哈哈哈哈 然後就被拉開 很誇張啊 以前坐著手車在收車的時候 如果遇到一些 可能比較年輕人的車 改裝車 我們都要很注意板筋的接縫處啊 裝拉桿的那些接縫處啊 之前M3也有啊 M3的後面的下拉桿也很容易 那邊板筋也很容易被拉開啊 我們在改土耳其蘭328的時候 它的那個後備胎座下面有一個下拉桿 那個地方也很容易被撕開 那個是轟病 幹你是不是忘記了 你在裝有印象 沒有我還記得啊 哈哈哈哈 我不是要頂起來看 你不要媽去完 去完 見完溫泥回來 就媽的 神油了耶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體會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我的女生都在我身邊 所以我沒有辦法體會你這種 那種感覺 哈哈哈哈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四驅的油耗是1公升8點多公里 高速是12將近13公里1公升 平均就大概在11點多公里的油耗 其實在上一代的86跟BRZ啊 其實我覺得調校上面就有一點點不一樣 上一代我覺得如果是BRZ的話啊 開起來比較有那種硬汗的感覺 操控感是比較好的 然後86就顯得稍微調性稍微軟一點 調性開起來是比較溫和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那這一代我不曉得 我只試過BRZ 那這一代是比上一代更加硬漢 整個引擎室也沒有隔音 轟轟轟轟的聲音就進來 然後水平對貨超過5000轉的聲音 非常好聽 它的排行感跟上一代一樣 沒什麼變 這是什麼啊 沒有什麼東西啊 這邊原本是一個自飛架 啊為什麼它沒有 自排的它有 手排的它有 剛剛為什麼 便宜了4萬塊吧 皮卡龍哥很小心要這種地步 我這樣子一趟開起來啊 我覺得我們這樣聊天當中 然後我在開這台車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它這一代 反而它在市區的抗彈跳的那個能力啊 比前一代好很多 舒適性好很多 你經過一些減速坡冷孔蓋 這一代的彈跳抑制的相當好 就是車身的彈跳 它是有感覺的 然後路況也是明確的 能讓你從方向盤 透過方向盤感受到 可是對於乘坐者來講 我覺得舒適性是提升的 比上一代更能夠符合像我這種人 就是我想要開雙門跑車 我想要開手排車 可是我又怕這個車子太過於 彈跳不舒服 旁邊的太坐 會覺得開這車啊 彈跳啊什麼 但這車就我覺得舒適度 比上一代提升很多 的確喔 後座的避震器行程滿長的 可能我覺得為了要 也許是舒適性 也許是它想要創造一些後輪 比較能夠擺動的一些動態 所以它底盤這樣設計 因為我可以很明確的感受出 它好像是前5.3後4.7吧 那個重量比 其實前面其實開起來感受得到 前面是一直壓著比較重 所以你的車頭會給你很大的信心 但是屁股呢 你會覺得 怎麼有時候會有一種擺動的狀況 雖然隔音是有比上一代提升的 但是其實這種無框玻璃的罩門 還是沒辦法 這個玻璃這邊的風噪聲還是有 我發現它底盤的隔音很不錯 可是引擎式傳達的聲音超大 而且啊 你有沒有覺得還夾雜的輪噪聲 轟轟的聲音 引擎的聲音跟轟轟的聲音 都從前面這邊來 那我覺得對我而言 這台車我不喜歡它的外觀跟內裝 但是我覺得最大如果要吸引我的是 其實它如果成為一台日常使用的車子 無論你帶你的小孩或老婆 我相信舒適度他們都不會覺得 有太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它的底盤操控 車身結構的一個強度來說 我覺得真的是有感的進步 我覺得這一次的引擎啊 運轉起來的聲音比較細緻 以前我第一次開到手排BRZ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引擎聲音就是有一點 黑邊阿共 破破的 就是運轉起來覺得有點粗糙 沒有那麼細緻的感覺 這一代的引擎聲音聽起來 整個那個質感大提升 所以除了外觀 我當然覺得它的外觀 改得普普通通不怎樣 可是我覺得它的底盤啊 車體啊 引擎啊 我覺得進步是蠻有感的 好不好 那這個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非常開小一趟 下一次又是什麼車呢 大家期待 掰掰 Peace 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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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聽過以前的笑話 有一對白人夫婦啊 然後就要做那檔子室的時候 老婆就跟老婆說沒有保險套有去買 然後老公就很急啊 帶了零錢就跑去了 結果他就到那個藥局啊 藥房說我要買保險套 他就說好五塊錢 然後說糟糕我帶錢不夠 他說那你只能買黑色 黑色比較便宜三塊 老公你趕快三塊付了 因為他只買一些黑的 結果結束了 結果沒想到懷孕了 小孩生出來是一個黑的 然後長大的小朋友就問他爸爸 爸爸為什麼你們都是白的 我是黑的 然後爸爸說沒辦法 當初差了兩塊錢 少帶了兩塊 所以你就黑著沒辦法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FRODO